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你我无限的未来 双手向彼此张开 哪怕风雨也不会更改 相聚在人生海海 对明天满怀 无限期待不换爱 相信世界因为你的到来 越来越精彩 阳光咖啡厅倒闭了 阳光咖啡厅倒闭了 店长在外面欠下三个亿 带着他的小舅子跑了 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拿着他的咖啡出来卖 原价都是二十八的咖啡 现在通通十块 只要十块 十块钱你买不了吃亏 十块钱你买不了上当 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没想到店长这一次 他终于说到做到了 他拿清仓大甩卖的钱 给我们发了奖金 然后 咖啡厅也就真的倒闭了 最后店长说 请大家吃顿散火饭 但总感觉好像又没请 店长建议说吃火锅 然后他让我们每人带了两个菜 他自己就准备了一个锅子和电磁炉 饮料喝的就是店里没有卖掉的咖啡 本来大家想聊会儿天的 但店长一直在催我们吃快点 说是吃完他还要去把锅子和电磁炉退掉 结束后 大家简单地互相道了个别 就分道扬镳了 咖啡厅是结束了 但据我所知 大家还在这个城市里 为自己的生活打拼着 总赢家去了个天天和钱打交道的地方 您好 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取款 存款是吧 欢迎欢迎 请问您要存多少呀 我说取款 取款 取不了 为什么 银行系统坏了 明年再来吧 想从我这把钱拿走 哪那么容易啊 阿扎丽也选择了一份他喜欢的职业 乘客们 本次航班从上海飞往哈尔滨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并关闭你们的电子设备 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为什么要关掉电子设备啊 因为它会干扰飞机的导航 哦 那它是怎么干扰的呢 它发出的信号会影响塔台 或者飞机的偷续设备 哦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价值几千万的兵器 会被我这个价值几千万的手机影响到是吗 哎呀你烦不烦 都说了打开电子设备会让你们都赶了的 你还要打开吗 你应该谢谢我 我救了你一瓶 呃 不打开了 谢谢佩合 杜马之找到了一份非常特殊的工作 麻醉师 可以给病人麻醉了 我读 等等 我听人说这麻醉打到身体里面 会对人产生副作用是吗 放心吧 我们的麻醉不用任何药物的 啊 那怎么麻醉啊 来 抱一下吧 好 准备手术吧 店长也许做了自己一直都想做的事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月小亮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月小亮你啊 我买了你365张CD 一天满一张 代表我每天都在喜欢你 为了你我可是把我的咖啡厅都关掉了 啊 这样的吗 啊 谢谢啊 请大家过手的时间不要过长 啊 每个人只能过十秒钟 任小亮你等我 我再去拍一圈 啊 呵呵呵呵呵 至于我嘛 你好 我是今天新来面试的 我叫真记 哦 我叫真记 熊 日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